哈喽各位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禮拜一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民當家 我是李悠 那我們首先來觀察一下整個國際局勢的一個變化 我們看到最新的這個國際局勢呢 有沒有今天這個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石油設施遭到空襲 那有可能會減產日減產超過570萬桶 因為是煉油設備的減產 那超過沙國二分之一產量嘛 約到全球5% 那大家都知道這事情好像很嚴重嘛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有兩檔股票就特別的強勢嘛 1309的台達化跟6505的台塑化的部分 今天雙雙公道漲停板嘛 那我想很多投資朋友看到這種新聞訊息呢 就想要說立刻想要衝進去追 想說這是起漲的第一根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投資朋友 其實這個只是一個短期的利空 而且是一個非經濟因素的利空 它的後面的續航力有多遠 其實是不曉得的 而且這個地方可能是一個短線的一個因素而已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股市電子盤 因為這個信息訊息導致說它呈現一個往下跌 那我也認為說這個也是一個短線的一個波動而已 它真正的這個大盤的趨勢方向不會因為這個而受到改變 否則我們來看一下這個1309這個台塑化的一個線型好了 1309台塑化有沒有 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前面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都沒有什麼成交量 成交量都非常小 就只有今天突破出現第一根大量 通常呢 這個就是一個突發性因素的一個 因素所產生的一個買點 但是這樣子的買點呢 其實如果有投資朋友你衝進去想追的話 想做一個短線價差 其實你自己要抓好一個停利的出場點 好 那比如說像這個6505的這個台塑化的部分也是一樣 其實今天台北股市 你看這個它的趨勢是呈現往下走的嘛 那今天是突然也是因為這個新聞訊息的影響往上走高 所以我想投資朋友如果想操作這樣子的股票呢 那我想它只是一個短線的因素 像我們的操作邏輯不會去買這樣子的一個股票 所以如果主張投資朋友有因為這個新聞因素 跑去追這樣子的股票呢 我想要特別的留意 那為什麼我們要先講這個呢 其實這個跟今天台北股市有關係 因為今天台北股市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它的漲幅都是落在這個塑化相關的股票裡面 落在全職個股裡面 中小型的股票呢 它普遍呈現一個比較弱勢 但弱勢的股票裡面主流還是主流 主流是什麼就是PCB的相關股票嘛 好 那我們再回頭來看一下我們投影片的部分 好 那這個是總經的部分 為什麼我要特別放這張圖呢 這張圖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這個是鴿子嘛 鴿子在這個地方 那個 開始在放錢嘛 然後拿這個錢砸我們砸勺音嘛 在表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們很清楚的知道說 歐洲央行在上禮拜 9月12號召開這個利率決策會議的時候 如同這個市場的預期就是降息4個BP嘛 降0.1嘛 那它的利率 基準利率來到-0.5 也就是說 歐洲的一般商業銀行 如果你存款存到歐洲的央行裡面 要收取-0.5%的一個錢嘛 那不但沒有拿到利息 還要被收取額外的錢 所以代表說這個 歐洲央行為了要刺激這個經濟 所以才死負這一招嘛 那川普他也持續放大學嘛 所以你看歐洲央行 有沒有這個地方 他宣布的是除了降息以外 還要再購債 每個月200歐元 代表說這個地方呢 他是非常非常的想要讓這個市場的資金變得很寬鬆 那想要救市嘛 那當然這個聯準會就這禮拜 9月18號 如果沒有什麼太大意外的情況之下 那照之前的這個FedWatch的這個機率表 看起來也是會降息一碼 也就是說 他會降息 那也是要讓這個市場資金保持一個寬鬆的一個狀態 包含像這個美國總統川普 他不但希望要降息 而甚至於他希望把這個利率降到0 甚至於是付的 那希望可以讓美國的政府公債的這個5000多億 一年要付5000多億的這個利息嘛 那可以降到0嘛 那這是他的希望 好 那代表說這個動作就代表說 其實市場他現在是寬鬆的 那重點你是做多沒有問題 那重點是你要選什麼樣子股票來做多 很多投資朋友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中秋節之前 其實股票已經賣的差不多 因為大家會擔心嘛 擔心中秋變盤 而且在中秋節前 他成交量每天都是呈現量縮 其實投資人呈現一個異性男生的狀態 但是我們是怎麼跟投資人分享的 我們說這個地方 他就是一個區間嘛 是一個強勢的一個區間 就是一個震盪整理 那目前這個地方看起來多頭是沒有改變的 而且你看哦 今天是來到這個相對的這個下降趨勢線的附近 但是指數過高 可是你看指標一樣過前高 現在這個指數的位置 他還沒有突破前高哦 那指標已經率先過高 所以他再往上走高 就算過前面這個高點 他也不會產生指標背離的情況 頂多就是量比較少 所以這個地方你到底後面還要走多遠走多高 取決於成交量 如果成交量接下來能夠放大到1400億1500億 那對於後面的走勢會比較穩健 否則他有可能會往上衝高 過高一下又立刻拉回做一個橫向的震盪整理 那個股的部分 那差異表現就會非常非常大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今天是上漲70點了 那成交量也是量縮的 代表說這個量能還是不太夠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嘛 中秋節錢大家都賣光嘛 那中秋節後看到今天往上漲 那又不知道怎麼追 那有一部分又是貢獻在我們剛所提到這個 塑花類股裡面嘛 但是我們從短線格局來看 其實整個多頭從8月29號 他突破這個多空線以後有沒有 其實他一直都是站在這個多空線上 所以代表說這個地方 他的頭部也就是他的高點一頭頭高嘛 一頭比一頭還高 多頭就是很多個頭 他的高點會越來越高 那你看哦底底高 他的底部有沒有 他的這個下面的這個低點 也越來越高嘛 底底高嘛 所以這個很明顯的 頭頭高加底底高 就代表說他是一個多頭的格局嘛 所以短線上其實沒有任何的問題嘛 那中秋節前我們剛剛提到 你去賣股票的 你擔心變盤的 今天你立刻就陷入了兩難的一個 到底是要買還是怎麼樣呢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想投資朋友 可能會陷入這個抉擇 那對我們而言其實還好 因為上禮拜我們就跟大家分享 中流砥柱在什麼 中流砥柱就是在PCB裡面嘛 所以上禮拜 領頭羊是誰 上禮拜 禮拜三 領頭羊就是這個連貌的部分嘛 連貌率先往上做衝高 那他的營收創20年歷史最高 所以無庸置疑嘛 你這個族群裡面 有先有一支股票 領頭羊往上做衝高 那就會帶動下面其他的股票 輪流的發動輪流的過高 那連貌在上禮拜三 他率先突破新高 那禮拜四呢 也在創波段新高 那台藥的部分 禮拜四是攻上掌停板 那台光電呢 他營收是創23年來歷史最高嘛 其實這三大股票呢 今天他就有稍稍呈現休息的狀態 比如說我們看6213的這個 連貌的部分有沒有 今天就呈現稍稍休息的狀態 不過上禮拜四的部分呢 他是收在波段的最高 最高是來到170.5 比如說我們看到這個6274的台藥 他上禮拜四是攻上掌停板 那今天呢 其實他的小跌 小跌2塊錢 其實是無所謂 因為他今天是量縮整理嘛 那這個地方KD指標 持續是往上走的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想他休息整理之後 還是有機會再過高 好 比如說像比較落後的2383的台光電呢 目前為止還沒有過高 可是你看今天的量呢 其實有稍稍的增溫 也是在這個均量限制上 代表說他的動能是蠻充足的 隨時隨地也是有機會挑戰前高 但是今天呢 其實今天他就換其他股票 開始往上動了 為什麼 因為今天領頭的是誰 是3037的星星嘛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3037的星星 我們來看3037的星星 有沒有3037的星星 有沒有這個地方出現一個多方的 挑空缺口之後呢 他開始做橫盤整理嘛 那我們怎麼跟大家分享 我們說3037的星星 產能滿載嘛 ABF的部分 這個地方有沒有 他率先 他是我們所介紹的 星星台藥滑 星星那個藥滑 滑通 這三大股票裡面 他今天是率先往上做一個攻擊 突破新高嘛 那就代表說 接下來這個組曲裡面 其他的股票也會輪流往上攻高 因為你看 包含像這個5G的激勵台 他的BT載板有沒有 那伺服器 帶動他的整個需求 動能持續的增溫嘛 有沒有 星星他的業績 業績是最重要的 8月份的營收 創22年來的歷史最高 那滑通的部分 創13年來歷史第三高 藥滑部分 創22年來歷史第三高 所以我想呢 這些股票都相當不錯 尤其是星星的部分 你看星星 他平均過去 5年的時間 他平均每一年的資本支出 什麼叫資本支出 就代表說 我想要投資新的設備 那擴增我產能 叫資本支出嘛 那資本支出過去5年 其實大概平均大概100億左右 但是明年的部分呢 資本支出他要大幅度的提升 提升到172億 為什麼他大幅提升 因為訂單接不完 他產能滿載 所以他必須要做擴廠 把他的產能變大 才能夠接更多的訂單 他的營收才會持續的增加 否則他產能滿載的情況之下 他營收就會受到限制嘛 那這個地方呢 資本支出創高 代表說未來他的所看的這個產業前景 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他才會動用 才做這個資本支出嘛 否則如果只是一個短期的訂單因素的話 他不會大量的擴廠 而且是他資本支出的這個金額 遠遠超過過去5年的平均100億 他等於多了70%以上 這個是相當相當的驚人的 所以其實不只他哦 來我們看一下 包含像這個我們自選藏寶圖 在8月6號跟大家分享自選藏寶圖 第一波的時候 8月初 我們分享男子店 有沒有 男子店這樣子有沒有 當初在這裡哦 大家覺得說 這已經漲一段上來了 可是你看 當初我們分享這張圖的時候 是8月29號 那時候大家還是覺得說 那時候又再創新高 那時候已經從29.6%漲到36.25% 不斷漲22% 大家已經覺得很誇張了有沒有 但是長線投資 轉投資護士電子嘛 來受惠5G 你看就護士電子多誇張 52週的低點 5.59 52週的高點 前幾天的高點來到28.58 你看漲多少 年初至今哦 今年年初 1月1號 1月2號的時候 最低是來到7塊多嘛 現在已經來到多少 今天收盤 現在收盤 中午的時候來到26.12 所以啦 就是趨勢嘛 為什麼護士電子會漲這麼兇 是變成中國第一標股 為什麼漲這麼兇 因為他投資 他直接受惠 5G中國5G建設的一個訂單嘛 所以才導致於說護士電子漲這麼多 那男子電呢 他就是轉投資護士電子大概13%嘛 所以男子電你看8月6號在這裡到今天為止 他還一度攻上漲停板 29.6來到44.6整個波段的漲幅高達50%高達50% 這就是一個主流的一個族群嘛 這是PCB的族群 那包含一下這個3189的景碩部分 你看我們在這個9月11號禮拜三的時候有沒有 跟大家說這個APF產能滿載嘛 8月份的營收創7個月新高 而且接下來10月份金碩引擎研禁 金碩光學引擎研禁 在那個很多的捷運站附近還有射點那個金碩引擎研禁 10月要掛牌嘛 那錦碩他有轉投資金碩嘛 那投信開始進場做成績 你看投信這個地方有沒有 他連買兩天嘛 一些股價沒有明顯的發動 我們就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有沒有我們在9月12號 就是這個禮拜四的時候 這個盤後解盤 我們還特別跟大家講說 這樣子的股票股價在低檔 大股東的持股有沒有 才剛開始增加 剛增加幅度是很小的 那投信開始連續四天進行一個買超的動作嘛 有沒有今天3189金碩大漲7%嘛 有沒有這個是60分線嘛 他的8月份營收連續創7個月的新高有沒有 投信連買五天 包含像包含禮拜四啊 就是上禮拜四休假之前已經連續買第五天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也特別跟大家講 我們這個給我們家族團友的一個訊息有沒有 這個轉投資金碩 這個金碩引擎研禁製造商嘛 6491啦金碩10月份掛牌嘛 那金碩上半年賺3.17元嘛 所以他會有一個轉投資的一個收益嘛 加上這個PCB的部分嘛 那產能滿載 所以營運出現一個很明顯的轉機 即使他這個地方股價是底部剛剛上來嘛 我們看一下這個3189一個景碩部分 好3189的景碩部分 有沒有這個景碩部分呢 你看來看起來日線這個地方有沒有 他剛剛突破 而且是突破前坡的高點 然後我們看一下把圖稍微縮小 把圖縮小的話其實他是不是還在地板 相較於剛剛我們看到的什麼聯帽啊 什麼台光電台藥啊 那比如像星星華通等等的相關標的 其實他是在地板還在相對低道嘛 甚至於連什麼 連這個8046的南電部分 其實連南電也帶上了 你看南電的部分 南電日線在這個地方也剛剛 他本來在橫盤哦 平盤 橫盤整理好一段時間之後 今天終於開始也往上突破 也突破前面的這個高點的部分 那南電的部分 其實我們從這個周線的架構來看 其實南電他也沒有漲很多 這個地方才剛剛開始往上做攻擊 如果你看月線的部分 天啊這個月線部分 他根本就是在地上睡覺 而且睡很久了 你看這個地方 長線的一個大底 長線的一個低點 也是才剛剛往上走高的部分而已 那比如說像3189的景碩的部分 有沒有 他也是在這個長線的低檔 所以你看從這月線的架構有沒有 月線最低是來到25.9啊 像現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最低 今天收盤收45.2啊 從長線的角度來看也是相對低 因為我們看到前面這個高點 前面這個高點 大概是在139.5 所以相較於前面這個高點 其實他現在還是在相對低檔 那你問我說這個地方 如果說是看這個景碩部分 跟南電部分 哪一檔會比較好呢 其實我看這個景碩部分 可能會比較好一些 因為他比較活潑 再來是投信 進場有任養的跡象 因為他連續買5天 再加上10月份有這個金碩光學要上市 他有轉投資的收益 所以這兩檔股票 其實讓我來比較的話 我認為這個景碩部分 會比南電來好的好得多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南電今天是一度攻上漲停 最高漲到這個9.7% 接近漲停的價位 為什麼我說我對景碩看起來是比較好 因為這個南電部分 他8月份的營收 他是減的 他月減0.96年增只有2.45% 而且投信是沒什麼買 雖然說外資有買 但外資買上幅度也沒有很大 所以這個地方呢 其實我想規投資員 他可以自己去做一個取捨 那先前我們在中秋節顯 也跟大家講說 這個時大和降 其實我們分享給大家股票 其實表現都相當不錯 像景碩部分 我們先前中秋節顯就跟大家提過 比如說像建榮 建榮今天還攻上漲停板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5340的建榮 說實在的 建榮這波真的是蠻標的 但是我沒有去選擇他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為這檔標的 這檔標的我們分享給大家 但是這個地方呢 因為他的基本面 業績的部分表現沒有那麼好 那也許他是後面會出現 那目前現階段 他的主力的色彩是比較濃厚一點點 那我比較偏好是有法人進場 做一個買進的股票 那這樣我們買起來會可能會比較安心一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標的的話 包含像洪傑克 比如像這個洪傑克 PA族群 PA族群面其實有蠻多檔 比如像這個2455的全新 今天也發動了 但是三檔裡面啊 比如說全新我帽洪傑克 我也是比較看好這個洪傑克的部分 因為這個全新的部分 其實他股性是比較牛一點點 比如像3105的文貌部分 文貌部分也是一樣嘛 他是也是比較牛一點點 我們要看一下他的這個日線圖的一個架構 有沒有你看他股價 有沒有都橫盤整理了 沒什麼動嘛 最主要是這個成交量 他沒有出現一個草叢量 我們最喜歡這個股價要出現草叢量 草叢量意思在什麼 代表說這個量滾量啊 不斷的有換手 所以他的股價 就會比較明顯的往上追個攻擊 好我們來看一下8086他的狀態 有沒有8086很明顯 這個叫草叢量嘛 所以有草叢量的股票呢 基本上他往上持續換手走高的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而且他的速度也會比較快一點點 好那我們回到我們頭影片的部分 好比如像瑞已經也是創新高了 但是現階段這個地方說實在的 亂買股票 或說你亂追股票 說實在有可能是賺的這個看大盤漲啊 指數是有功高 可是實際上呢 這個股票是會賠錢 會賠這個價差的 比如像現在很多熱門股啊 像我們剛剛提到這些頂炫啊 什麼雍字科啊 昨天禮拜四打跌停 今天又打到跌停板 比如說像微軟上帆 這個愛情公寓嘛 像這金岩 之前很強嘛 那你如果說不知道出場的話也蠻慘 像網絡 那有些投資朋友都問說 那網絡最近怎麼感到很弱弱的 說實在 因為現在大家都開學嘛 開學你會讓你小朋友玩遊戲嗎 不會吧 那譬如說像這個497 IET嘛 所以買錯股票呢 就會差異蠻大的啦 所以現階段譬如說我們隨便取機檔 比如像這個8499這個頂炫的部分 有沒有這個地方橫盤整理之後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 他沒有辦法過錢高嘛 他沒有頭頭高嘛 這個地方的高點比前面高點是來的低嘛 開始就有轉弱的跡象嘛 那這個地方很明顯跌破這個大量的成交區之後 你還不知道要跑 這個地方跌破所有的均線 那這個地方呢 當然他就越走越弱嘛 比如像這個6411的經驗的部分嘛 其實我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過嘛 可是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他的高點沒辦法過錢高 而且這個地方開始慢慢的走弱 有沒有 這地方已經跌破所有均線了 如果你還是不跑的話 你看接下來這個地方很明顯的其實還沒有跌完嘛 好 我們來看一下6683的雍士科 這也是之前非常熱門的股票嘛 但你如果只去觀察籌碼 這上一半我們跟大家分享過 這樣子的股票呢 說實在的 在這個波段 你去看這個阻力的這個買賣超狀況 其實他在這個地方沿路都有呈現一個出脫的現象 所以像這樣標的呢 上禮拜四打跌挺 今天打跌挺 其實一點也不奇怪 而且這段成績要讓很明顯的量增了 代表說後面可能還有低點 所以這個投資朋友 有的人要特別小心 像這個網絡的部分 3083 網絡部分也是一樣嘛 這個地方有沒有 開始慢慢的呈現走弱的跡象 那遊戲類股呢 你現在不是忘記嗎 接下來你只能期待什麼 寒假的部分 比如說像過年之前 才可能會有另外一個波段的表現 那現階段 比如說像這個5278的上返 上返就是iPad 愛情公寓 這個地方不想買錯 所以實在也是蠻慘的 所以我想投資朋友在這個地方 你要慎選持股 就像我們選股票一樣嘛 中流砥柱嘛 你只能去選真正目前現階段 盤面上最熱門的一個股票 所以我們從這個9月初 8月底9月初 我們跟大家講說這個地方一路走來 有沒有 9月底法人 季底住在行情要啟動了 你別無選擇 你的策略是什麼 就是唯一策略就是做多嘛 但是因為我們現階段 馬上你迎接是總統大選 但你選的股票很重要 你不能亂選 你要選主流中的主流 而且主流裡面呢 他會輪動 那你要掌握這個輪動的節奏嘛 那行情經濟漲 你看這眼鏡為什麼破掉 因為很多人認為說這個地方不會漲 他看得保守嘛 可是實際上呢 他一直以來就跌破市場眼鏡 他一路的一直不斷往上走高 所以我們股民團隊鎖定的股票 堅持要有產業前景 5G嘛 包含像這個PCB的相關概念個股 加上有籌碼 特殊籌碼進駐 有法人嘛 有主力大戶進場買進的 而且持續 我們看這個營收 要持續不斷的創新高的股票 那甚至於說這個資本直出 往上做一個提升的股票 代表說未來有產業前景嘛 像這樣子股票呢 我們才會進場做一個買進 那更多詳細的這個訊息 還有最新的一些投資標定 我們會持續放在股民當家的LINE群組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我們帳號是小小鼠HCD5326J 也歡迎各位投資朋友持續鎖定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